哈喽大家好 这两天因为我拍了一些视频 然后我看了下边好多粉丝给我的评论 我都默默的在看 虽然没有会这两天 但是我都在默默的看 我看到有好多网友 也有对我的鼓励 也有好多是说在演习啊什么的 我在这里就想给大家汇应一下 这是我记录了我自己的真实生活 这都是每天我们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发生俺老公这个公司 就是破产之前 我看我一直在拍视频 我看到好多粉丝说 在演习啊什么的 就很难过吗 我也不想让 这边是这样的情况 那确实是发生这样的情况 拍这个视频就是 我看好多网友在说不应该把这些事 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但是 拍这个视频 一是为了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宝马 小孩 现在还吃着奶 也没有办法出来工作 我就是拍视频为了补贴家用 就是让自己有一个二娃来收入 可以给 以我自己的能力给小包卖一些 生活用品 虽然说 拍视频收益不高吧 但是 我也在为 这个家庭 做我理所能计的事情 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因为现在 我们是夫妻 我有义务 去帮助他 帮助这个家庭 因为现在 孩子还这么小才一岁多 我也很难过呀 好 我 第二点就是这样 因为之前家里人 还有我 以前老公不让他赶 睡吧 但是 老公他自动退伍回来 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然后退伍回来 就自己赶了这个工作室 现在他属于 站在自己的任生的十字路口 有点迷茫吗 我作为一个棋子 一个妈妈 优异物 在这个时候 承担起一分力量吧 在 老公没有做出倔责之前吧 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 来承起这个家 作为一个棋子 作为一个妈妈 做到赢尽的义务 我相信 俺老公 会做出自己命质的选择 我相信俺老公 会 重新振作起来 我也会 继续记录我每天的生活 不会被一些 六眼肥鱼给打败 最后 非常感谢那些支持我的网友们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的 力量 也会更加坚定的 让我继续走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